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黑刀秋水的畫法 今天在學習之前會建議你已經學會了合道一文字的畫法 那這裡如果不熟悉的人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有參考單位可以去學習他的 那這裡我們都是使用沙迪沃斯基本的指令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差別在於說我們需要用草圖圖圓來輔助做出這樣的外型 以及說未來這個檔案會使用三義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那這裡細節我們該怎麼去做它呢?等下後面都有詳細的說明 以及說我們在列印的時候需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呢? 以及這些細節要怎麼做出來呢?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要把刀的主體畫出來 那一開始呢我們使用上幾層面找到草圖圖圓 然後呢把我們需要的圖片插入進來 那這邊你如果不熟悉的人你可以到鄰近的進階邊 那邊都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要怎麼用草圖圖圖圓插入這個零件呢?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呢我把它顯示出來 這就是我們所使用的草圖 那這邊呢我所繪製的呢 是三個封閉的草圖 1 2 3 那我會用這三個草圖呢 來做出這個生長填料 第一個呢我先做出了手柄這個地方 這裡呢我的厚度是給它6mm 然後是兩側對稱的 那再來呢我來看一下 做出的是手柄上面這個地方 一樣是用這個草圖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呢給它的厚度呢是15 那這邊給各位參考 那這裡呢我們就繼續做刀的地方 那這邊一樣都是做兩側對稱的 那刀的地方呢給它的一個厚度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裡呢是2mm 是比較細一點的 那再來呢我們在做出了刀鞘的地方 那這裡刀鞘的地方呢我們第四個生長的時候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不要合併結果 運用多本體的技術呢 那等一下呢我們在做一些除掉的時候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裡呢我來看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那我先把這個原本的圖片呢隱藏起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草圖 那這裡我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那這邊做法跟合到一文字的做法是很類似的 我使用刀的地方呢偏移2.5的圖圓出來 然後就做生長填料的動作 做完之後呢我在這個地方 先把它除掉掉 然後再重新做一個生長填料 那這邊細節的地方呢我就不會再探討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參考合到一文字 那其實這裡的畫法都是一樣的 那做完之後呢我們再做一個圓角以及倒角的修飾外型 像這個樣子 那倒角的地方呢是做內部刀的地方 那我把這邊隱藏起來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像這個樣子 那這裡呢 那做出了倒角 那外部刀鞘的地方呢做出了圓角 那大致上呢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那這邊讓各位去參考一下囉 接下來我們要做出的是手柄的地方 那這裡呢 手柄的話我們會把其他的一些小細節一同做出來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呢我們做了三個分割線 那這裡呢我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這個分割線呢我們是參考的草圖圖圓 然後割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那這裡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要運用這個分割線呢 做一個參考 然後要去偏移 這一個曲面 那曲面的偏移量呢就是0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偏移了什麼 我們從上方這邊呢可以看到 曲面本體 那這裡我把它選舉起來給各位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裡呢我們偏移了1、2、3、4 總共這四個 那意思就是這四個呢 我們要讓它是一個有厚度的 是凸出來的 所以呢我們運用了 曲面裡面的指令 這裡有一個架後 我把它做架後的動作 那這四個都一樣 那架後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選擇我們所需要 結合的一個屍體 那結合的地方就是手柄的地方 那這邊就很輕鬆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細節如果不熟悉的可以去參考 和道一文字那邊都有詳細的解說 做完之後呢我們再做圓角的修飾外型 那這邊細節讓大家去參考 再來呢我們要做出的是一個醋料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手柄它的 那這裡也是參考的 草圖圖圓呢 是有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邊深度呢是給它0.3 做完一個之後呢 我們用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把它做出這樣的一個複製出來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選取了這個 生長除料 然後我們在特徵的 直線複製這裡我們把它打開來 在裡面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那這邊為什麼需要用到曲線導出複製排列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手柄呢 在畫的時候這裡不是一條直線 它是一條曲線 所以我們沒辦法用直線複製排列 這樣子做出來會有錯誤 所以呢我們進去之後呢 我進去編輯特徵 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進來之後我們看到特徵跟面呢 我們選取了生長的除料 然後在方向的時候我們選擇 這一條手柄的邊線 這裡呢給它複製的是10個 那這邊的距離是3.5 然後這樣子預設都沒有改變 那這邊呢就是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複製出來 做完之後這邊就很輕鬆的可以把它完成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手柄的另一邊呢 我們就不用再畫一次 直接用近色的就可以了 那這邊細節我就跳過 這邊就留給各位去嘗試 再來我們要做出的是分割線 那這邊做法跟尾端一樣 我就會講的比較快一點 我們就做出手柄這個地方 很輕鬆把它做出來 然後做加厚之後呢 再做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像這個樣子 再來呢我們再做出了分割線 以及偏移的地方 那這邊一樣做法比較快 我就直接跳過 這邊做的是刀鞘的地方 畫出這樣的外型 所以我們要把這幾個地方呢 1234 這4個呢做加厚讓它凸出來 一樣做的比較快一點 那這邊留給各位去嘗試 像這個樣子就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接下來我們再做生長填料 像這樣 那這裡的用意在於說 我們是運用了這一個輔助呢 畫出這個外型出來 那這邊呢可能要給各位 發揮一點想像力 那這邊呢進入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是做出這樣的一個草圖出來 那是運用了這個外型呢 來做一個輔助 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那這邊細節給各位去參考一下 那這邊大致上讓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看清楚了 你可以按暫停來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畫出來的 那這邊細節留給各位去嘗試 畫完之後呢 來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把它除掉掉 這邊就是這樣子 我把這個原本的地方 給它除掉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總共有四個實體 第一個是刀鞘 第二個是手柄上布的地方 第三個是刀的地方 第四個呢 是刀柄的地方 那這邊我在使用布林韻善的結合呢 把它做出了一個結合的地方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把它結合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實體 現在變成幾個 變成刀鞘以及刀的主體 變成這樣子 口渴了就來喝一杯吧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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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用這種方式呢 用豆盆裡的方式 做出這個地方 那這邊 其他的地方呢 一樣我們再去做一些 輔助 像這裡呢 我們要怎麼做出來 因為刀柄的地方呢 我們未來3D連出來之後 希望是可以把它放進去的 所以我們在曲面的偏移的時候呢 會給它一個偏移量 那這邊呢 我進入編輯特徵 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選擇的面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選擇了 內部刀的面 那這裡給它偏移的是0.6 那這邊如果說你發現說 這樣子沒有辦法去選擇的 你可以移到最上面這裡呢 我們把這個刀鞘按下右鍵 這裡給它印章起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選擇刀的這個面了 那選完之後我們做了一個 0.6的曲面偏移 偏移完之後呢 我們在曲面的這裡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 曲面除掉把它除掉掉 除掉完之後呢 我們再把那個曲面的本體呢 刪除掉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裡呢 它已經做出了一個 以刀的一個外型呢 做一個奧槽出來 那這邊 等一下後面會來做詳細的說明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出刀的地方 那這邊呢 刀的地方呢 刀柄的做法是類似的 那這邊我就會省略 因為做法跟 合刀一文字是一樣的 有興趣可以去參考那裡 那這裡我最主要會說明一下 刀的地方怎麼畫出來 首先呢 我們要先做一個刪除本體的動作 這裡呢 我們就要把零件給分開來 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個刀俏的地方刪除掉 刪除完之後呢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除掉是要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就是要把這個刀以及刀柄的地方呢 分開來 那這邊呢我就是參考了剛剛所繪製的這個草圖 然後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再來我再做第二次的除掉 各位看一下 這個樣子 把這個地方給除掉 那這裡呢 手柄的地方就是 相反過來 除掉方向相反 那這邊給各位去參考 那當然手柄的地方還有其他的 細節的圓角的修飾 那也給各位去參考 那做完之後呢 這邊我先做一個圓角的修飾外型 修飾完之後呢 再來就要做出刀的地方的一些特徵 那這邊建議把特徵做出來 我們未來 列印3D列印的時候呢 我們比較容易去圖顏色 首先呢 我先畫出了這個外型出來 這邊一樣是做草圖圖圓去參考出來的 那這裡呢 做出一個三角形 那這邊深度呢 一樣是0.3 做完之後還記得我們剛剛手柄呢 也是有使用這個指令的 就是曲線導出複式排列 那這邊細節給各位去參考 因為這裡刀呢 我們在畫的時候也不是一直線的 是一個曲線的 所以做出了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那複製的地方就是 深藏除掉這裡 做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還要做一個修飾 那因為這個地方 上面這裡應該要把它除掉掉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圖 給各位看一下草圖 是這個樣子的 從這裡呢 把它偏移過來 那這條線呢 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呢 把它做一個封閉的一個草圖 那這邊可能不太清楚 給它更改一下 好像這個樣子 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草圖出來 那做完之後呢 就來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做完之後我們就看到 我們做出了這樣的一個外型出來 好那做到這裡之後呢 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 那另一邊我們也需要有一個特徵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 淨色的就可以了 那淨色的地方呢 就是這三個特徵 那淨色完我們就完成了 就很輕鬆可以完成 那這邊呢 就留給各位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是刀鞘的畫法 那這邊記得我們在做刀 或刀鞘的時候呢 記得要寧存新檔 好那這樣原始的檔案呢 才不會去更改到 我們才可以去做其他的一些修改 好那寧存成刀鞘之後呢 我們一樣要做刪除本體 這裡要刪除的是刀本體 我們要預留的是刀鞘的地方 我們要把刀鞘這裡做出來 好那記得我們在一開始有做的這個 曲面的除掉嘛 所以內部會有這樣的一個特徵出來 那這裡呢 就是方便我們未來 列印出來的時候呢 刀是真的可以放進去的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做出了其他的外型 這邊一樣是使用草圖圖園去參考 做出了這裡的分割線 以及說我們去做一個曲面的偏移鈴的一個曲面 這裡呢就是要輔助做出類似這裡 凸出來的形狀 好那這邊細節給各位去嘗試 一樣呢 做出了加厚 加厚之後再做一個圓角修飾外型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出了其他的特徵 一開始我們要做的呢 是這個形狀 好像這樣子 一個圓分成三等份 好那這邊進入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一樣呢 是參考著草圖圖圓做出來的 做完之後呢 那我結束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做完之後其實也很輕鬆 我們也是使用呢 我們剛剛在手柄 以及刀的地方都有用到的 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做完之後把它複製過來 我像這個樣子 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複製完之後呢 另一邊做進射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裡呢 可能會有一些錯誤 所以在進射的時候呢 我讓它是進射的 這一個 我們剛剛第一個做的生長除料 那 進射完之後 另一邊呢 再做一次 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那基本上呢 是 不需要是這樣做的 應該是我們直接進射過去就可以了 但是有時候呢 會可能會遇到這種狀況 可能是它的一些 它的特徵或哪裡呢 有一點問題或方向性 所以我們呢 可以用這種方式 如果沒有辦法全部進射過去 沒關係 我們先進射過一個 另一個呢 我們在另一邊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也是不會太困難的 那整個做完之後呢 再做最後一個除掉的動作 這裡呢 修飾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呢 我們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這個 刀鞘的地方囉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講解一下 3DN到底要注意到什麼呢 最後呢來總結一下 那這裡呢 我們會發現說 在這裡的畫法呢 是不會太困難的 那我們呢 比較常用到的呢 可能是 曲線導出複製排列 我們只要 畫出了一個特徵之後呢 剩下的用 曲線導出複製排列來做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輕鬆 所以這一些呢 我們不是一個一個去畫它的 我們只需要畫一個 另一邊用近色的 那同一個方向呢 用複製排列的 那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裡有沒有發現說 其實我們都沒有用到太困難的指令 都是簡單的指令就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那差別在於說 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呢 我是運用了 曲面的指令去輔助它 這樣子呢 是方便我們是 更好去完成它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用這些指令 你如果不要用曲面的指令 你用基本的指令 其實都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細節讓大家去嘗試 這裡3D列印我們要注意什麼呢 那其實在核道一文字都有講解過 我們在列印這種細長型的物件的時候呢 盡可能呢 不要讓它是指令的印 為什麼 像手柄的地方我們有做拆件 所以手柄是最好印的地方 那像刀的地方 我們指令的印的話 它的失敗率會非常高 因為它的底部呢 是沒有一個大平面 就算你有開邊緣 都有可能會失敗 因為它上面的地方呢 太細太長了 所以有可能在列印的時候呢 會歪斜 或者是倒塌的情形 所以我會建議說 刀的地方呢 會放傾斜式的去列印 那這裡呢 你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影片底下的說明 你把手柄的刀的作品 點開來 裡面都有一些製作過程的 一些參考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到底是怎麼去擺放它的 以及說刀鞘的地方呢 我們在支撐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我們在開啟支撐的時候 只能夠支撐外部 內部不要支撐 因為內部呢 這個地方是要跟刀去做結合的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開啟的內部支撐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移除它的 所以變成說這個刀鞘硬碗是不能用的 所以記得我們如果有支撐的時候呢 千萬要記住 只支撐外部就可以了 那這邊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剩下的這些顏色的塗裝呢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這裡呢都是非常細小的 所以需要一點耐心 以及說我們在塗小細的時候呢 需要用筆的一些功能 才能夠把它塗出來 那這裡你如果對於 塗顏色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 上色的一些公開的一些畫法 那些筆有什麼功能 運用這些筆就可以把這些 物件呢給它塗得漂亮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是非常感應 也是非常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